无奈家里的马桶都变成了喷泉 最新的画面连线记者赵益杰 好 主播持续关心 凯米台风的台风尾 在高雄市人物区整条街上 昨天这里就是马路变成小河 淹水高度到哪了 如果一般身高160公分来讲 已经到腰部了 所以看到现在居民 就把他们受损的家当摆出来 像这样大型的电视摆在路面上 也不怕你偷 因为当时就是把淹水被淹坏了 而除了电视之外呢 其实你在沿路往后看 还蛮多军民就把他们的柜子 等等的一些垃圾全部都摆出来 尤其是这一户 我们看到呢 事实上它其实是有防水闸门的 照理来讲呢 如果你有防水闸门的话 淹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呢 这个闸门是在88凤 在莫拉克台风09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所以它开关没有那么紧 那尽管这一户呢 它有使用抽水机 但是里面还是淹的这么夸张 到底为什么 先听一下这户的淹长怎么说 里面就是到那个门槛 那个地方里面 都从里面用出来 喷出来那个 那个马桶喷出来 马桶这么高啊 它都喷出来了 它挡不住了没办法 它臭的要死 因为那个完全没有办法 没办法 用手一直用 一直用 整个塞那个马桶啊 那个抹布啊 有没有 那个布塞了很紧还是一样 那个水太大了 都冲得很高 整个客厅特工就是大奔 好 这里雨势真的是来得又猛又快 最重要大家最关心的财损就是什么 你看到现在路边所有停的车辆 基本上都是泡水车 而且有昨天呢 在淹水的时候 好几辆车 它是当下有发生故障的声响 但是呢 住户虽然说很心急 很想感受好 但完全没办法 所以你在往后看呢 基本上所有的路面 他们昨天这边马路变成小河 所有的车辆呢 淹水的高度已经超过一个轮胎高 那么现在呢 财损到底怎么估计 住户们完全没有想到办法 他们现在头很痛 只希望今天不要再下雨了 能让他们赶快来恢复家园 也像是我们在高雄市人物区 掌握到这件消息 在把镜头交还棚内 他没有的轮胎高 永远突然会 但不是任何第一次 老人山河